同型半冠酸升高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现在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 好多人做体检或者平时抽血化验都注意查一个项目 同型半冠酸 也知道这个东西高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补叶酸 很好 这是我们全民健康素养提高的重要表现 因为毕竟美国人从1988年面粉里就开始人为的添加叶酸 他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好多朋友会问江大夫 为什么哪些原因导致了同型半冠酸升高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掰开了揉碎 把这个话题给大家讲清楚 首先我们说同型半冠酸高的多少算高 应该说同型半冠酸如果高于10 现在更多的专家共识认为这就算升高 当然有些少数的高血压指南认为是高于15算是升高 2020年9月份 我们中国有一份最新的高同型半冠酸血证的专家共识就指出 把这种高于10的同型半冠酸认为是升高 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轻度升高 轻度升高是10到15之间 中度升高是15到30之间 高于30的认为是重度升高 而同型半冠酸如果长期高 不去控制它 它会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比如说脑梗塞 这是好多朋友都知道的 所以说我们好多人通过补充叶酸来降低它 就是为了降低这些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 某些代谢类疾病 发生几率 那么好多朋友会问说什么原因导致它升高 张大夫我特别想听听你说说到底是啥原因 我总结在咱们中国人当中大概四点啊 当然原因很多 我们先说最常见的四点 第一点是饮食 我们中国人坚常烹炸 过度烹饪 导致新鲜食材里面的叶酸丢失太多 长期叶酸不足就导致同型半冠酸升高 这是我们饮食文化带来它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 第二点原因就是基因 代谢这个同型半冠酸或者叶酸的一个关键基因 关键的酶叫做MTHRC677T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一旦突变 这个MTHFR这个酶活性就会降低 这个活性降低呢 它就容易导致同型半冠酸升高 一般来说在我们普通人当中啊 查这个基因的话CC型是正常 CT型或者TT型就是异常 往往呢 这种异常的基因突变就带来同型半冠酸 半冠酸升高 一般我在临床上要看到那种同型半冠酸特别高 重度升高的人 我建议他查查这个基因 好多人最后就是不是CT型就是TT型 TT型最坏 这是第二点原因 基因 第三点原因呢 就是衰老和性别 一般来说 随着我们年龄增大 同型半冠酸就升高 这是我们身体在衰老导致的 还有呢 男性高于女性 而女性绝经后高于绝经前 这都是它具体的一些我们年龄啊 衰老啊和性别之间的差别 第四点原因呢 我要说疾病和药物 有些疾病导致同型半冠酸升高 比如说糖尿病 某些肿瘤 代谢的异常 它可以导致你身体的同型半冠酸升高 而有些药物也可以导致它升高 比如说甲胺跌龄 比如说某些抗肿瘤药物 是某些利益药剂 抗艰险药物都有可能 这是疾病和药物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前头总结这四点 饮食 基因 衰老和性别 再一个呢 疾病和药物 说完这些呢 好多朋友说怎么治 但是 实质上张大夫多次科普过 对于绝大多数人呢 咱们现在大部分的指南和专家共识推荐的是 0.8毫克的叶酸 这个一天一次安全有效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 可能需要加大叶酸补充剂量 甚至要同时补充维生素 B6 B12 甜菜碱等等等等 这就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专业的治疗 但是张大夫还是建议大家要重视同型半冠酸酸 如果你特别高 尽量把它降下来 这样的话呢 才能降低发生这种脑梗塞等心脑胸疾病的风险 尤其是对于那些H型高血压患者 就是又血压高又痛情半冠酸高的人更应该注意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关注这个问题的朋友们 大家觉得好 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有类似问题的亲疼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智英带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